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肉佛三分钟 大家好我是凯如 首先关注一宗在社交媒体疯传的虐童案 网上流传两段分别长达48秒和39秒的视频 一名本地女子粗暴对待婴孩 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 这起事件发生在世古来利宁镇一家托儿所 而自家托儿所也被发现没有合法的营业执照 罗佛州总警长卡玛鲁查曼今天发表文告指出 警方已针对这宗案件展开调查 今天凌晨在世古来永乐镇逮捕了一名21岁本地女子住查 并于今早将女子带往新山法庭申请严扣 法庭已批准警方严扣女嫌犯4天至本月19日 案件受害者证实是一名11个月大的女婴和一名9个月大的男婴 卡玛鲁查曼说 警方还在调查有关托儿所 其他分行是否也持有合法的营业执照 警方目前援引2001年儿童法令第31之一 父母和监护人疏忽照顾孩子导致孩子曝露在危险下条文调查此案 并呼吁公众向警方提供案件相关信息 接下来是给州内学子的好消息 柔佛州政府将从今年开始每年以发放奖学金的方式 帮助州内三名获选的优医生完成A水平A level课程 柔佛州大臣拿督翁哈菲兹今早出席 新山敦法蒂玛女中教师节庆祝活动时说 州政府除了援助低收入群体的学生 也会通过发放奖学金帮助优医生深造 柔佛州教育新闻及通讯委员会主席诺丽扎在会后 接受媒体询问时补充说 州政府将联合柔州教育局 从今年起每年在SPM考试成绩放榜后 领选三名真正符合资格的优异生 获选者除了在SPM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 其他方面如领导能力等也是考量因素 他也说奖学金得主无需提出申请 而是由州政府和教育局领选 并不排除过程中会面试获选者 今天是教师节 古来县两所学校约57名家教协会成员及家长 今早特地放下工作到学校待课 让这两校的老师暂时走出课室歇息 欢庆教师节 这项由两小家教协会推动的活动 分别在古来一校和古来新港华小进行 其中古来一校吸引50名家协和家长踊跃参与 包括10名有足家长 他们一共带三堂课 而新港华小的7名家协则是带课两个小时 古来一校家协主席黄一新表示 他们策划的家长带课活动 除了是对教师表达感恩 也希望能借此让家长了解教师的不容易 该校董事长拿督程医生也希望家长通过代课了解 校方的教育方针 并加强与老师的沟通 新港华小家教主席朱明慧表示 请家协进入课室代课是体恤老师每日的辛劳 希望趁着有意义的日子 让老师休假两小时 也让学生感受不一样的课堂活动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请继续留意 新周日报新周网